第八十一回 中兵为何上游以讨凶意 则关东义士 逼果粮策马 以迎王师 若舍位已伐无 兵士一交岂能骤解 愿陛下查之 先主愿 孙权害了阵地 又见富士人 弥方攀章马中 皆有切齿之仇 但其肉而灭其族 方雪震恨 卿何祖焰 云月 汉贼之仇公也 兄弟之仇私也 愿以天下为重 先主大约 朕不为地报仇 虽有万里江山何族为贵 虽不听赵云之见 下令起兵伐武 且伐时往武西 借藩兵武万 共襄侧应 一面差时往浪中 显张飞为车骑将军 领私立校尉 奉西乡侯 捡浪中墓 使命 积诏而去 却说张飞在浪中 闻之官公被东吴所害 但喜豪气 血失意尽 朱将已久解雀 酒醉 怒气欲加 仗上仗下 但有犯者 即鞭挞之 多有鞭死者 每日望南 切齿 争目怒恨 放生痛哭 不已 忽抱史智 慌忙接入 开读赵之 非受绝 望北 败毙 涉酒款待来时 飞跃 五雄被害 仇身四海 妙堂之臣 何不早奏兴兵 使者远 多有劝先灭魏 而后伐五者 非怒远 是何言也 其我三人桃源结义 视同生死 今不幸二雄半徒而始 无安得独享富贵业 武当面见天子 愿为前步先锋 挂校伐屋 升起逆贼 济告二兄 以剑前蒙 延济 就同使命 往成都而来 却说先主 每日自下教场 操演军马 刻日兴师 愈驾亲政 于是 公卿都致丞相府中 见孔明 约 今天子出临大位 亲统军武 非所以众设计也 丞相 禀均衡之指 何不归贱 孔明曰 我苦见数次 致使不听 今日 功等随我入教场 见去 当下 孔明引百官 来奏先主约 陛下 初登保卫 若欲北讨汉贼 以身大义于天下 方可亲统六师 若只欲伐无 命一上将 统军伐之可也 何必 勤劳胜驾 先主见孔明 苦见 心中烧毁 虎报张飞到来 先主急诏入 飞至阎舞厅 拜扶于地 报先主 足而苦 先主义苦 飞跃 陛下 今日为君 早忘了 桃园之事 儿兄之仇 如何不报 先主曰 夺冠建筑 未敢轻举 飞跃 他人岂知昔日之盟 若陛下不去 臣舍此区 与二兄报仇 若不能报时 臣应死 不见陛下也 先主曰 朕与清通往 请其本部兵 自浪州而出 朕统精兵 会于江州 供法动武 以学赐恨 非临行 先主主约 朕诉之 倾酒后暴怒 鞭榻见耳 而父令在左右 辞取 祸之道也 今后 物宜宽容 不可如前 非拜 此而去 此日 先主整兵要行 学士 勤密奏约 陛下 舍万圣之躯 而寻小义 古人所不取也 愿 陛下四指 先主约 云长与朕 有一体也 大义上在 岂可望业 密 福地 不起约 陛下 不从 尘言 尘恐有失 先主 大怒约 朕欲兴兵 而何出 此不利之言 持武士 推出 斩志 密 面不改色 回顾 先主 而笑约 臣死 无恨 但可惜 新创之业 又将 颠覆尔 众官皆为 陈密告绵 先主约 暂且求下 待朕 报仇 回时发落 孔明文之 一上表 就勤密 其略约 臣 陈亮等 却以武贼 成奸鬼之计 至荆州 有 富旺之祸 云将星 与斗牛 折天柱 于楚地 此情 哀痛 成 不可望 但念 千悍 顶者 罪 有 曹操 遗留 作者 过 非 孙权 且 为 卫贼 若除 则无 自 宾 服 愿陛下 那 勤密 金石之 言 以 仰 士族 之力 别 作 良 土 则 设 计 兴 天下 兴 兴 先祝 看壁 至表于帝约 朕议已决 无德 再见 遂命 丞相 诸葛亮 保太子 守两川 标齐将军 马超 并帝 马带 助阵 北将军 魏延守 汉中 以党 卫兵 虎卫将军 赵云 为后应 监督 粮草 黄泉 成姬 为参谋 马良 陈镇 掌理 文书 黄忠 为前部先锋 封习 张南 为副将 副童张义 为中军 护卫 赵荣 梁纯 为和后 川将 数百元 并武西 藩将等 共兵 七十五万 则定 张武元年七月 秉银日 出世 却说 张飞 回到浪中 下令军中 现三日内 置办白旗 白甲 三军 挂校 伐武 此日 张下两员末将 范强 张达 入仗告月 白旗 白甲 一时无措 须宽 宪 方克 非大怒 越 武急欲报仇 恨不明日 辩道 逆贼之境 汝安 敢 为我 降令 吃武士 附于树上 各 鞭背 五十 鞭背 以手 指之月 来日 俱要完备 若惹了险 即杀辱 二人 势中 打得 二人 满口 出血 回到 影中 商医 范强月 今日受了刑则 主我等如何办得 既然性躁如火 躺来日不晚 你我 皆被杀矣 张达 月 必如他杀我 不如我杀他 强月 怎奈 不得进前 达月 我两个 若不当死 则他醉于床上 若是当死 则他不醉 二人 商议停荡 却说张飞 在帐中 神思昏乱 动直恍惚 乃问 部将月 我 仅心惊肉颤 坐卧不安 此何意也 部将打月 此时君侯 思念官供 亦至如此 非令人将酒来 与部将同意 不觉大醉 卧于帐中 反张二贼 探知消息 初更时分 各藏短刀 密入帐中 乍言 与柄 机密重视 直至床前 原来 张飞 每睡不合眼 当夜 寝于帐中 二贼 见他 虚数目张 本不敢动手 因本 生息 如雷 方敢 进前 以短刀 刺入 非父 非 大叫 一声 而亡 十年 五十五岁 后人 又诗探月 安息层闻 边都游 黄金扫尽 左檐流 虎劳关上 生仙阵 长板桥边 水逆流 一世炎炎 安属静 指其张和定中周 法无畏客 身先死 求草长仪 浪地愁 雀兽二贼 当夜 割了张飞首级 便引数十人 连夜 投东吴去了 此日 君忠闻之 起兵追之不及 时有张飞部将吴班 向自荆州 来见仙主 仙主 用为衙门将 使作张飞首浪中 当下 吴班先发表彰 奏之天子 然后 定长子张包 拒官尊圣主 领地张照 首浪中 包自来报仙主 使先主 以择欺出世 大小官僚 皆随孔明 送十礼方会 孔明回至成都 样样不乐 故为众观约 法孝直若在 必能治主 上东行也 却说 却说 先主 事业 心精肉颤 勤握不安 出仗 仰观天文 见西北一星 奇大如斗 忽然坠地 先主 先主大仪 连夜令人 求问孔明 孔明回奏 月 河笋 一上将 三日之内 必有惊报 先主 因此 按兵不动 忽视 沉奏 月 浪中 张车 骑步 向吴班 拆人 机表制 先主 顿足语 一 三地 休矣 乃至蓝表 过报 张飞凶心 先主 放声大哭 昏厥于地 众观 就行 此日 任豹 一对军马 骤然而至 先主 出颖 官职 两久 建议员小将 白袍迎凯 滚安下马 伏地而哭 乃张包也 包也 反强张达 杀了臣妇 将授机 投无去了 先主 哀痛至甚 饮食不尽 群臣苦见月 陛下方 欲为二弟报仇 何可先 自摧残龙体 先主 方才尽善 随位 张包月 清语无班 敢引本部军 作新风 为清父报仇 否 包月 为国为父 万死 不辞 先主 先主 正欲 遣 包起兵 又 包 以镖军 蜂拥而至 先主 令 士臣 叹之 须 于 士臣 引以小将军 白袍 银楷 入营 伏地 而哭 先主 誓之 乃 官兴也 先主 见了官兴 想起官功 又放声 大哭 众官 苦劝 先主 语 真相 不一 士 与官章 结义 视同生死 今 朕为天子 正欲 与两弟 同享 富贵 不幸 居死 于非命 见此而止 能不断 长 言起 又苦 众官 约 二小将军 且退 容圣上 江西 龙体 士臣 奏 约 笔下 年过六旬 不宜 过于 哀痛 先主 约 二弟 巨王 真 安忍 独生 言起 以头 顿地 而苦 多冠 商议 约 今天子如此烦恼 将何解劝 马良 约 诸商 钦筒 大兵法 五 终日豪气 于君不利 陈振 约 武闻 成都 青城山之溪 有一银者 姓李 名义 诗人传说 此老已三百余岁 能知人之生死 吉凶 乃当世之神仙也 何不奏之天子 照此老来 问他吉凶 圣如五等之言 随 入奏 先主 先主从之 急前 陈阵 积诏 往 青城山 宣诏 朕 星夜 到了 青城 令乡人 引入出谷深处 遥望仙庄 清云隐隐 锐气非凡 忽见一小童来 迎月 来者 莫非 陈孝启呼 朕大惊月 仙童 如何知我性子 童子月 武诗 佐者有言 今日 必有皇帝 赵命之 诗者 必是 陈孝启 朕 朕月 朕神仙也 人言信 不无疑 随与小童 同入现状 拜见礼 宣天子照命 礼 意 推老 不行 朕月 天子 急欲见 现翁一面 庆悟念 鹤 家 再三 再三敦 礼 礼 礼 行 吉 之欲 盈 入 见 先主 先主 见礼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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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帼 帼 方 同 灼 灼 灼 有光 身如古柏之状 只使一人 优礼相待 第一月 老夫 乃荒山村首 无学无实 辱陛下宣诏 不知 有何见欲 先主 朕 与观章二帝 结生死之交 三十余年已 今二帝被害 亲同大军报仇 为之 休旧如何 久闻先翁 痛小玄机 望其赐教 第一月 此乃天术 非老夫所知也 先主再三求问 依乃所执笔 画兵马器械四十余章 画壁便一一扯碎 有画一大人 仰卧于地上 旁边一人 绝土埋之 上写 以大白字 随 鸡手而去 先主 逐月 为群尘月 此狂守也 不足为信 即 以火焚止 便 催君 前进 张包 入走月 五班军马已至 小臣 岂为先锋 先主 撞其志 即取先锋印 赐账包 包方玉挂印 又一少年将 愤然出月 留下印于我 是之 乃观星也 道月 我已奉照矣 行月 如有何能 敢当此人 道月 我自有习学武艺 剑无虚法 先主 约 朕正要观贤职武艺 一定优劣 道令军事于百步之外 立一面棋 棋上画一红心 道年功取剑 连射三剑 皆中红心 众皆成散 观星晚功再守约 舍中红心合祖为奇 正眼见 忽执头上一行焰过 兴止月 武射这飞焰第三支 一箭射去 那支焰 应显而落 文武官聊 其声喝彩 宝大怒 飞身上马 手挺副所使 帐八点羹毛 大笑月 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 行翼上马 着家传大砍刀 纵马而出越 偏你能使毛 武器不能使刀 二将方欲交锋 先主贺月 二子修德无礼 请报二人 慌忙下马 各起兵器 拜服请罪 先诸月 朕自卓郡 与清等之父 结义性之交 亲如骨肉 今如二人 亦是昆仲之分 正当同心协力 共报复仇 乃何自相争敬 使其大义 父丧未远 而犹如此 旷日后户 二人再败服罪 先主问月 请二人 谁年长 包月 臣 长官兴已岁 先主 急命 兴拜 包为兄 二人就 帐前 折剑为士 永相救护 先主下诏 使吴班为先锋 令张包 官兴护驾 水路并进 传奇双形 浩浩荡荡 杀奔 吴国来 却说 范强张达 将张飞首级 头献吴后 细搞前世 孙权听罢 收了二人 乃位 拜官员 今 刘玄德 集了地位 统精兵七十余万 御驾亲征 其事甚大 如之奈何 百官 尽皆失色 面面相去 诸葛锦出约 某时君侯之路久矣 无可报效 愿舍残生 序剑孰主 以利害税之 使两国相合 共讨曹丕之罪 全大喜 集遣诸葛锦为时 来睡 先祝 霸兵 正是 两国相争 通使命 一言解难 赖行人 未知诸葛锦此去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